这个东西眼熟不 这个东西想起来没 还有它 这是一本Supercell画册 我翻开一看里面充满了回忆 你们看这个法师 还有野猪骑士 我最早玩Supercell的游戏是卡通农场 好像是2011年 我闺女一两岁的样子 她无意中看到了这款游戏的广告 我就随意下载了 结果玩了玩 我玩上瘾了 一发而不可收拾 一玩就是好几个月甚至几年 这个画册都是原版的 图片很清晰 很值得收藏 另外还有一些游戏开发的历史 看这个条文堂仪 记忆特别深刻 但是我已经忘了 因为很久都没有玩过它 我那个账号里面还有很多金币 攒了很多金币 都没舍得用 这是部落冲突 我在当时卡通农场和部落冲突 是一起玩的 我把大本银升到10级之后就不玩了 还玩过很多联网对战 每次匹配要匹配很久 现在想想都是多年前的回忆 野蛮人 射手 巨人 部落冲突我玩的时间最久 不是三年就是五年 现在我们那个群里边的小伙伴还在玩 看这个画面多么经典的开屏 那个时候他们家的广告也很好看 这个是海岛骑兵 我玩了Supercell的第三款游戏也挺好玩 但是我玩它玩的时间最短 主要是感觉有点难 这是恐怖博士 多么经典的形象啊 我特别喜欢拿着加特林的这位 这个人物我没什么印象了 这个开屏画面记得很清楚 Supercell我玩的第四款游戏就是这个 黄石战争 这个应该属于卡牌对战类游戏 棋牌类 我已经不玩手游很久了 其实我玩手游的生涯 特别是联网手游 从Supercell的卡通农场开始 到黄石战争结束 同时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 一个时代的印记 时代的记录 荒野乱斗 这个没玩过 还有终止开发的游戏 关于Supercell的游戏 你一定有很多想说的 欢迎写到评论区